嗨 大家好 這是我們佩傑 全新的企劃 那我們這一次 著重在Focus 商業箱上面 商業箱 然後呢 希望 螢幕前的觀眾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按讚訂閱分享 再想一次 訂閱按讚分享也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 我們選了什麼香水 今天我們的商業三人組第一支影片 我們就是獻給YSO 聽說我兒子蛋香水 蛋香水天之膠質 天之膠質 我想大家應該都 並不陌生啦很多版本 那我們這一次選的呢 就是蛋香水的版本 EDT 那我們請那個 小幫手來給我們 走一下 我只聽過 三立的天之膠女耶 對我剛剛Google的時候 全部都是挑天之膠女 它那個廣告買很兇 所以以後我們也要買這麼兇 就有藉口了 以後 以後電視上不是都會現在有什麼 制度行銷對不對 對 像是以後就會看到 一家團圓 配結股份有限公司 配結美妝奢華 那我們三立跟民視都買 都買 就是民視對頭我們都有 對我們都有 沒錯 一家買QEM 但是這樣只能 就是公約到那個 長輩市場 沒關係 沒關係 之後那個 Yoyo Yoyo台 我姐也愛看 對從小開始 就是 教大家 如何養成 就是穿戴氣質這樣 是是是 好 那我們今天我們來到我們的主角了 阿伯平常有噴香水的習慣嗎 熊寶貝算嗎 算 熊寶貝 我覺得也算啦 OK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一下 天之膠子蛋香水 好 哇 這個 一開始挺嗆辣的齁 它有一點 比較辛香料那種 生薑的感覺 對就很清新 那我想 我們就先由那個 這個開香文 處女座的阿伯 先來講一下 噴上去的感覺 感覺 的感覺 剛開始它附著到我的 手上的時候阿 有一種辛辣感 像邪靈附近 是 對 那個附在我的手臂上的時候 皮膚上的時候 可是現在就是 過了幾秒鐘以後阿 它那個辛辣感阿 它會慢慢的轉成一個 比較 感覺的感覺 然後 我有聽說這支是什麼 也算是 渣男香嗎 對阿 好像有這種說法 對好像有這個說法 這個有一點像那種 就是 剛開始你噴上去 人家認為你是那種 就是 顏固質地 但是久了久了你才發現說 欸這個人就是 其實 蠻順眼的 蠻得體的 不是dirty喔 是得體 是個直男這樣 對所以 它到就是 從一開始的辛辣過其毛鐘以後阿 它是一個很順的感覺 是很順 那你們有什麼感覺 我 其實以我來說就是 天之膠質的夜幕版我有 那這支感覺就是 比較清新 那其實我剛才開始聞到 就是除了新辣調之外 它的紫羅蘭 夜 它紫羅蘭其實 滿迷人的 那真的就是好聞 我覺得說 在這種的 炎炎夏日 攀上去這一支 是不是覺得 就 舒服了起來 就是降溫了一下 你有這個感覺嗎 你有舒服嗎 我先進去冷氣 沒有啦 是有啦 尤其是 因為我現在都是 騎腳踏車來上班 喔 對我從 我從蘆洲一路這樣騎過來 然後 來公司 我們公司覺得 我還不錯的是 上班前可以讓我沖個澡 那沖澡完以後阿 我們桌上有很多香水可以試嘛 我覺得這是我們 就是來這邊上班的 一個很 很好的 很好的 就是很好的福利阿 是有 各式各樣的香水可以試 對嘛 四香間的概念嘛 對不對 對我覺得這一支的話 就還真的就是說 蠻適合 蠻適合夏天的 因為它 它不會太 它不會就是給你那種 就是太重的感覺 其實它是一種很清爽 很清新脫俗的味道 對 我覺得 蠻不錯的 那 弟弟在你身上的 感覺 感覺 我覺得它的柑橘跟紫蘿蘭很明顯 它剛噴出來的時候 它的那個辛辣掉 味道還蠻沖的 但現在已經稍微過一段之後 可能是因為剛噴吧 所以說它現在已經沒有那麼沖 那它紫蘿蘭葉的那個葉子味 我很喜歡那個葉子味 因為我覺得那個味道 其實你仔細聞很明顯 就是跟你擦肩而過 其實它可能 我們不太到那麼細 對 但是如果你自己貼複紋的話 其實你可以聞得到 柑橘加紫蘭蘭葉的那個紫蘿蘭 很明顯的感覺 那剛剛柑橘說像紫蘭 我是不覺得它紫蘭的 因為我覺得它還蠻 你不覺得紫蘭 我是說香水 對 我覺得這個香水還蠻紳士的 它其實是比較優雅的 優雅的味道 就不像它說什麼頑固子的 對 如果是說比較直男的話 那可能會比較適合那種 比較濃烈一點 譬如說烏木啊 或者是更新香 對 就是這就之後 有香更濃 對 這個之後你就可以慢慢的體驗到了 OK 我們可能排到第 大概301集的時候就可以那個了 好 我們那個商業鄉女神小幫手 您覺得這一隻 如果是男生噴 穿這一隻撩影 會給LINE嗎 可給吧 他可能會給你夾帳號 亂講的 要加一下顏值 對 這隻其實蠻休閒風的 我覺得它很適合就是牛仔褲 然後上面配白襯衫的感覺 可以喔 我覺得OK喔 就是 你走在捷運啊 公車啊 就是買路邊買個麵啊 我覺得都OK 我覺得蠻適合的 它是入門經典款 大家都知道天枝膠質 對 再聞一下覺得它的柑橘掉在後面 真的變得很舒服欸其實 不會像一開始這麼衝 給人家這麼強烈的感覺 它到後面是舒服的好清淨的感覺 我覺得挺不錯的 看來商業女神給的這個評價還不錯 對 那所以可能過一陣子我們就把這一隻 丟上 丟上MV的東西 大家麻煩加起來 開賣了 開賣了 好那 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還是我們就等到 我看你好像 八股 有話要說欸 沒有喔 想說什麼 拿信用卡拿出來了 沒有我只是覺得 這個瓶蓋啊 它做的很有質感 六角形 對六角形 而且還會反光 但是 我們拿 我們就是帶著它說啊 不能犯罪 因為容易沾指紋 好亂講 大家聽聽就好這一段 這一段會剪掉嗎 不會不會 不會 我們已經盡到底 我們沒有在剪的 我們沒有在剪的 我們的剪接石呢 沒有這種東西 我們還在路上 還在那個104當中 好啊 那我們這邊呢 就 先剪掉囉 前 我們到後衛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拜拜 哈囉我們回來了 好 後調 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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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BBQ了 真的BBQ了 BBQ了 欸 為什麼 為什麼BBQ啊 好 不好意思 為什麼BBQ啊 怎麼了 因為我們 四位 就是 過到一陣子之後 就會覺得它的 香水比較貼服啊 它的持香力好像比較 還好 慢慢的話 它那個 柑橘啊 或是一開始比較 衝的那個辛香感 感覺就是 幾乎都變很淡 變很淡喔 對 所以你這一隻如果說 你是 早上上班出門的話 那你可能需要帶一下 補香品 你可能 中午要補一下 或是下午 吃完飯要補一下 然後晚上要去跟女朋友 約會 或是要去跟純特的吃飯 要補一下 對啊 對 那現在在你們身上的味道 其實過了一會啦 我們不知道過了多久 但是我們就是 多久 很久很久以後 很久很久 去樓下就是 打打電腦看一下資料 然後去那個樓下買個飲料 這樣又回來了 然後 它的味道真的有變淡一些啦 不過我覺得這支香水有個優點 我記得它不貴吧 它不貴啊 我記得好像 市場好像兩三千塊 100ml 三千以下 三千以下 對 所以 它想要就是 豪邁的去 去噴灑 對 是可以的 你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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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灑 我們灑在空氣 灑在空氣啊 讓它淋下來 飄走了 哇 它剛剛全部飄走了 飄走了 有啦有一點點 沒有啦 因為我們是室外 所以我們是室外 好所以說 就是 剛剛說補香瓶嗎 我覺得不用 這個就是家裡放那一瓶 辦公室放那一瓶 我放一瓶 對 你的車上也放那一瓶 你這個比我高招 但車上我們今天也太熱了 太熱了啦 女友家放那一瓶 第二個女友家再放那一瓶 這多了 對不起 對其實現在在我身上也是 剛剛去讓我們跟他 唱個歌的那個感覺 它其實這個 好聞是歸好聞 但其實它整個的 很快就 流掉了 就是它這個整個的香 整個的香型啊 所以像 那個紫蘿藍葉 我喜歡那個紫蘿藍葉 還有那個 飄走了 飄走了 柑橘 柑橘還有一點 一點點 但是 我的瓶器啊 我覺得它葉子 所以等於說 我們還是要 即時來補香 然後才能為這個香味 創造持久的感覺 沒錯 對 那 商業香女神小幫手 好 你覺得呢 正如三位 說的 我覺得 它就真的現在大概幾分鐘過後 我覺得它味道真的變得 很淡 很淡 可是很貼膚喔 當 你的 女朋友親近你的時候 就會聞到 香香的味 炸的味道 但是那個 介於炸跟不炸之間是吧 前提是 你要有女朋友 對 前提是你要有女朋友 對 沒錯沒錯 幾次 對 帶我前提 前提對不對 對 那好 那你覺得 如果這一支 你把它 你給它幾分 然後 什麼季節使用它 這一次喔 對 就是你的 開箱文初體驗 其實 依我這種香水小白來說 欸 我先補充一下 我平常是 我今年 18歲 我從 我這18年來 是幾乎沒有用過香水 是 熊寶貝嘛 熊寶貝也算 好 OK 對啊 我們最熟悉的熊寶貝 那當然除此之外 我們如果想要提升就是 從熊寶貝 到就是香水入門的話 我覺得我會給它 就是 給分數可能會算高 滿分幾分 10分 1到10分 我會給它8分 喔 對 其實說真的 它的味道 確實是不難聞 然後再來是 就是 以我對YSL這個品牌的認知 我一開始都會覺得說 這個品牌只有女生用的 後來我發現說 欸不是它其實 就是 也是有出 男士專用的 對 然後 對我來說 我好像就是 從一個就是 平民的世界啊 跨屬到另外的領域 對我來說啦 對那我覺得 就是 以品牌的就是 知名度跟討論度來說 我可能會開始跟就是 有在玩香水的異性啊 多了一個話題 對 然後再來 對啊 再來是就是 味道的部分 我覺得就是 真的是 就是 會讓人focus你的 對但是就是 唯一 唯一我覺得就是 比較遺憾就是 我們剛剛在講的就是 過了就是 一回以後 一回二以後 他的這個就是 香度啊 就是需要再補出的 是香度就減度 對沒錯沒錯 好 那 在你這邊你給他 怎麼樣的分數呢 如果是以 商業香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也是以 像伯鴻剛剛說的 一開始如果要入門的話 這一製作後 我也是給可能 8或8.5名 就是非常推薦 因為 如果是說 一開始你沒有 在基礎香說 你沒有擁有很多的香水 那以男生來講的話 這一次我覺得 他完全覆蓋了 譬如說 高中生 學人五行 大學生 或是你剛出社會 或是三四十歲 有男士 我就都可以使用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價位也非常的 CB值 不是那麼難入手 CB值 對 CB值 那每一個 魯生魂道的味道 我不敢說大家都會喜歡 但至少不會討厭 不討厭 這個是 很 讓人家接受度很高的 嗯 而且他有他的特色在 對特色 而且他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牌子 都會有 某幾款 那幾個 很深受男士喜愛的 譬如說 Chanel的 衛蘭 然後或者是說 Dior的礦岩 礦岩 YSEO它的 天之礁 都有幾支 講得出檯面 那種柑橘類的這一種 天之礁子就是 YSEO的代表 對 代表 他的門面擔當 男鄉擔當 對 所以這支的話 我覺得你敢 實在講我很推薦 剛剛開始 嗯 接觸香水的話 對 真的很薄 對 那 那個 商業鄉 女神小幫手 你給他 幾分呢 1到10分 我給7分 7分 7分 對 及格邊緣 加上 他真的不討厭 對 對 好 大概是這樣 如果是我 我的話應該 給到 7.5吧 7.5 對 其實說他 他還是會有他 吸引的那種的地方 就是說天之礁子這個 以他外鎖端出這個 香水的這個品牌 他還是有相對他的吸引力 不過真的就是說 對我來說 我覺得啦 如果我使用的話 他 我可能 那個 真的是要帶好幾萬 在身上 因為我是 習慣噴香水是 七八下 八九下在噴的 對 如果是我喜歡的 你是這種 對對對 我剛剛比剛剛他那個 更誇張 阿伯這個還誇張 對 所以說我給他 7.5 那 這一支 也還是真的是 不錯的 香水啦 就是適合 入門經典 對入門經典 穿著白襯衫 然後穿著白T 那不管要商業或是休閒 那 夏天 冬天 晚上 早上 其實我覺得都 滿適合的 對 所以其實 也是一個不錯的作品啦 對 那我們這一次呢 YSL 就是我們 配傑商業廂介紹的 第一支 YSL 天枝膠質 淡香水 對 希望你會喜歡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